泰国维和委员会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在接管政权之后收缴的非法军火情况 并表示将会继续推动收缴非法军火的工作 泰国陆军副发言人温泰29号 以维和委员会发言团代表的身份 在陆军第一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就对从5月22号至6月25号以来 所收缴的非法军火做出正式公布 温泰称在维和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之后 就对非法军火仪式实行强硬政策 包括发出公告让持有此类军火者主动上交 在军方警方一个多月的联合努力下 收缴了大量武器 其中步枪机枪等144支 长枪滑膛枪等258支 各式手枪2490支 M79榴弹炮发射器23台 还有大量的手榴弹和自制炸弹 在搜查军火的过程中 警察人员通过收集武器上遗留的DNA 以搜寻武器的所属者 抓获私藏武器罪犯 而这些相关案件 已经开始在各个地区进行审理 同时陆军第一部队提拉差 陆军中将也发表了讲话 并表示 此次的收缴结果较令人满意 但是还要继续努力 要将所有的非法军火全部缴回为止 因为在许多地方还存有非法军火 消灭的码事